纵谷地区今年二期水稻即将进入收割阶段 但是有农民进来发现田里分泌 业额猖獗造成危害 关山地区就已经有上百公顷的稻座受害 因此相关农政单位特别到现场来会看 并且请台东农业改良厂 派员指导农民喷药防治 以及协调农会来协助 农民剥开即将收成的水稻 但里头看到的却是满满的虫碗 以及幼虫爬满水稻的画面 纵谷地区今年二期水稻即将进入收割的阶段 但许多农民却发现田里出现了很多的分泌业额的幼虫 其中又以关山地区最为严重 影响的范围出估超过100公顷 而农业处长也特地前往勘查 并通知农改厂以及农会协助处理 已经通报我们的改良厂 台东区农业改良厂也请他们过来协助我们农民 除了说在防治药剂的部分 那防治药剂的部分应该要用哪些农药之外 那另外也有用那个新费药我们诱补的部分 他们也会来给我们做适当的协助 对于分泌业额肆虐的情形 医院陈宏中就认为应该是跟烧稻草有关 并希望政府可以多加考量 放宽烧稻草的标准 几十年来不曾发生这种情况 从严禁烧稻草开始才没多久 你看现在所有的虫都跑出来了 所以这个相当严重 损失大概一百多公斤 这个还会再继续再蔓延 现在鹅再变成虫再出来就全面性了 真的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压制了 所以没收状态已经不行了 分泌业额影响的范围除了观山地区 包含池上入野也有少量的影响 目前农改厂也已经派员 提供农民防治用药的资讯 另外盗农所需要的用量 农会也将全面补助 记者陈吉林 关山正报导